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林冠 讲到健康 人的一生难免 生老病死 不过生病的时候 万一被迫要住院治疗的时候 到底有很多观众朋友 在住院的过程之前 要做哪一些前置的管理 然后住院的治疗的疗程中间 要怎么管理 然后假设你被迫进行 侵入性的治疗 或者开刀手术的治疗 那住院过后 究竟要如何术后的照顾跟管理 待会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今天和我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弘强医生 你刚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来是急诊室的医生好朋友 魏志伟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心脏科的医生好朋友 林卫文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中医师的医生好朋友 彭文雅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健康好朋友 藤敦池老师 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黄景龙师傅 大家好 好 我先问一下洪医师 刚刚讲这个很多观众朋友的刻板印象 万一这个看病看医生 医生说要住院 多数时候不妙 通常是病情比较严重 那可是不同疾病 这个紧急状况不一样 那住院的医疗疗程也不一样 通常什么时候肾脏科会收病人住院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去看门诊 那有几个结果 一个是说都没关系 你就回去就好了 再几个月过来追踪 那有些就开药给你吃 那很惨的是 直接把你转到急诊室 叫他让你收上去 那如果说你是被判断 那要直接去急诊室 马上当天要住院的 你不想去住院行不行 我就举一个悲惨的案例 有一个阿嬷70几岁 那他本来就在我们门诊追踪 慢性肾衰竭 慢性肾衰竭就胜功了 他一天一天会衰退 那到某一天可能撑不住了 就要洗肾 那他那一天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不大对劲了 一直在恶心想 突然气喘吁吁的 然后就很累很累 抽血看他计算盖已经到11了 我们健保局规定可以洗肾是8 那糖尿病甚至到6 如果有症状就可以洗肾 阿嬷已经到11 而且他70几岁 只要越年轻可以撑那个尿毒撑越久 我觉得那个不行 这个一定要当天就要洗肾 那我就跟家属解释说 那个不能带回去 回去万一晚上发生什么事 危险 最好是今天我会把你转到急诊室 然后你接着就收上去住院 他推出去之后 阿嬷就是再怎么样 都不愿意洗肾 说你如果把我送过去洗肾 我就跟你断绝什么母子关系后 后来他就离开了 就从我整间到急诊室那个路程 他就离开 那当天晚上就又回到急诊室了 因为当天晚上气喘吁吁 而且那一次回去的时候 人已经是意识模糊 然后他们测那个血氧很低 就是已经低到 就是已经急性肺水肿 所以那一天急诊室当天先把他插管 插管完之后联络洗肾室 当天还洗肾 后来洗完之后住家户病房 住了三天才把管 把管之后那个阿嬷就 大家知道醒着的时候 插管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阿嬷就很后悔 他想说那一天如果很舒服 去洗完肾就没事 他只是回去半天 然后来就要插管 这插管还抢救 你知道如果说万一抢救不回来 比较严重的有可能心脏就停止 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我在想说 如果医师跟你讲说 你已经要需要紧急透析了 那务必要不能跑回家 真的有危险 那我在想说我们肾脏科 常见几个收住院的状况 第一种叫急性肾损伤 就是你的肾功能 我去年都好好的 今年突然肾功能到很严重 这一类要一定要赶快收住院 找出那个伤你肾脏的原因 这在努力抢救 有一半以上就可以恢复到 原来的肾功能不用洗肾 你如果时间太久了 他就真的是肾脏坏掉就要洗肾 还有一些那个叫慢性肾衰竭 已经到尿毒症的程度 就是有一些开始喘而恶心呕吐 就是我讲那个案例 阿嬷已经到那个 就必须要收住院 另外叫肾病症候群 就是很多慢性肾脏 突然出现那种大量蛋白料 你会发现他整个水肿 肿得很严重 那个也是要收住院 还有很多电解质的异常 是因为钠钾钙酶过低过高 尤其是钾离子 钾离子如果过低过高的时候 心脏会停止 这也要特别注意 还有各类的中毒 大家知道 其实肾脏科也是毒物科 你们很多吃了很多的药物 什么到最后都是收给肾脏科 还有我们今天夏天 夏天那种中暑 热衰竭 其实也是收给肾脏科 因为只要一热衰竭 最容易伤的就是肾脏 还有一些各种急慢性肾尸球 然后入院做切变整场 我刚刚讲这六种 大概只有前面五种都是很急迫 你都别想说 我只要等两天 等三天再住院 只有第六个 你如果说我要做切片检查 或许可以等一些时间 这是我们肾脏科常见 我相信每一科 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表格 但是医师判断过 你当天要住院 拜托千万不要回家 说我等两天 什么我女儿毕业典礼 我要什么的再回来 这个真的危险 对 真的 那我问一下林医师 心脏疾病可大可小 在什么样的状况下 这个专科的医生 会觉得应该要尽快的住院治疗 其实心脏科有几个 又会住院的一个情况 他这个比较整理的 比较常见 这四个 四个情况 第一个就是冠中弄脉疾病 就是我们讲的是 这个心血管疾病 那第二个就是心衰竭的急性发作 像有一些病人 他本身就有心衰竭 可是如果配合医主 长期的吃药的话 他的心脏的功能 是可以维持得很好的 比较不会有症状 如果他可能有一些状况 发生的时候 可能遭人心衰竭的一个急性发作 这种病人还是要住院 那另外第三个就是心率不诊 所谓的心率不诊 就是我们一般而言 如果心率不诊可大可小 像是难以控制的心率不诊 或是一件老人家常见的 心防症战等等 这样的心率不诊 其实有些时候都需要住院 这还蛮常见的 那最后一个就是难以控制的高血压 那一般高血压我们都吃药 其实可以将来 那有些人可能有一些状况 他本身有一些感染 或是其他甲状腺的问题等等 他没有办法控制他的血压 这种病人也是要住院 那我本身就举两个 常见的一个例子 一个例子就是一个 大概四十几岁的年轻人 那其实他本身 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病史 高血压抽烟等等 那第一次来看我的门诊 那时候门诊 我记得那时候门诊人还满多了 四五十个 那看到校一两点的时候 刚好他是因为第一次挂疹进来 所以他挂到最后一号 所以看到他的时候 他就是觉得他就非常不舒服 胸口很闷很痛 就马上做一张新天 有觉得是严重的心肌梗塞 那当下赶快把他送到 这个所谓的急诊 然后假如病房去住院 做新导管 那第二个案子 他是一个本身五十几岁的一个 大概是接近中年的男性 他来的时候 他就觉得他有一点喘 那运动动一下 他觉得非常的喘 那原则上我觉得他不太对劲 因为他的手脚都有一点肿 那第一次来看病 那其实第一次看病的病人 如果你一跟他讲说 你这个要住院 那原则上很多病人是没有办法接受 所以好说歹说 大概讲了大概快十几分钟 那警家族进来跟他讲了 他还是终于愿意要住院了 结果一住院发现说 他的血红数只有5 那一般正常男性 大概血红数大概13左右 他只有5而已 大概就是男性有这么严重的贫血 是有问题的 后来就帮他做检查 发现说他在生结肠的地方 一个大概7公分的肿瘤 结果判定是大肠癌第三期 后来病人因为这样子 还好是减回移民 所以如果在医生的专业评估下 如果你需要住院的话 基本上还是要听成医生的主妇 他要住院检查 那我问一下这个魏医师 急诊室的医生 每天要面对的是各种 这个混乱的状况 那当然是 常常你们说住院也是最大宗的 这一个环节 没错 我现在为了付承认的20几个专科里面 急诊专科 其实几乎在每个医院 大概有4 5层都会从事急诊来住院 所以其实我们在判断你的病况 你的状况需要住院 真的是为你好 那当然我们容纳了这么多病人 其实我们在医师在判断住院的时候 有一些轻重缓急 因为你每个来急诊的人 使用的都是紧急医疗资源 当你使用了现在这个资源 这个检查这个仪器的时候 其实你占的是大家平均的时间 也就是说 假设你今天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也要来急诊室 你也许会等候 因为你的等待可能是别人活命的机会 那我曾经遇到一个年轻的妹妹20岁 她来的时候不仅是痛哭 而且垂胸顿足 她真的是 你光看到她那个场景 你就觉得她是不是得了什么 很严重的问题 痛到要这样哀嚎 然后垂胸顿足 你真的会放下手边的病人去看她 那一去问了病死去了解的时候 才发现她刚跟男朋友分手失恋了 那其实我们还是 不能轻忽任何一个病人 我简单问了病死 评估了她生命真相都是稳定 真的就是单纯的失恋了 情绪激动 我就请妈妈先安抚她 我可能要去处理 刚刚刚的那个病人这样 就我一转身要走的时候 妈妈把我拉住 她说医师拜托 你可不可以让我女儿住院 那我心里想 我真的没有听说过 失恋要住院的啦 我会急救所有的急症 但是我真的不会急救爱情这样 那妈妈 我就跟妈妈解释说 其实真的失恋没办法住院 她妈妈就问我说 可是医师她现在这么伤心 假设她回去出了什么状况 你要负责嘛 我心里想说 应该是她男朋友要负责嘛 不会是我负责的 对 后来我就 那不然你就再急诊观察好了 我就跟她在急诊 流关到情绪平复 真的待了整整一天 他们才回家 所以其实我们急诊在判断严重程度 其实有减伤的减伤一级到五级的分类 包含就是我们第一级的附属急救 一直到第五级的非紧急 像我们的第四级 第五级 有一个再评估时间是60分钟到120分钟 事实上也不是说会让病人等待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老实说是 当我们真的遇到非常大量伤患的时候 你才有可能有一个等待机会 因为我们减伤分类就是要看一群病人来 我们真的是要救最危急的病人 所以其实常常病人就说来 我是VIP 我是VIP 其实在急诊室医师里面 心中真正的VIP是第一级附属急救 因为我们会全身关注 我就为了一个人 对 真的 那接下来我们谭老师 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刚刚讲说住院都是逼不得已嘛 那平常时候这个健康管理好 总是减少很多看医生的次数影响或者代价 那老师你今天要分享的这个健康好料理 很推荐大家这个季节吃 我们先这个稍微乐过一下 老师拌炒的是菇 对 那我们先不加油 让它稍微炒干一点 好 老师今天要做的这个料理里头 是这个基书木瓜中 所以老师准备了当令的木瓜 这个切半个 然后当做容器也可以吃掉 那今天搭配的食材其实非常多 那除了菇之外 洋葱切丁 那番茄切丁 还有甜椒 两个颜色 这个是结瓜吗 是 是结瓜 切小丁 然后花椰菜 那这里是 这个是干贝 老师你怎么处理前次作业 其实因为这个是熟的 我只把它泡了一点米酒 让它去腥而已 这个是比较软的 不是像那种一般的那种 就是干燥的干贝 所以它可以 就是泡一下下就好了 我大概都只有抱个 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可以加一点 老师刚刚还放了洋葱 跟那个紫色的是 那个红葱 红葱头 那我们现在加一点油 那今天要做的是 这一个基书料理 所以主食材是鸡肉 我们看看老师的这一个 腌制的鸡肉 老师你这个鸡肉 怎么腌制前次作业 就是酱油跟泥酒而已 今天现在是因为 录影放在摄影棚 对 腌的时候以天气这么热 都要放冰箱用 对 其实我一买回来的鸡肉 一定会所有的皮跟油 都剪干净 然后之后就前次作业 就是看要腌的就腌 要烫的就烫 然后再分装放到冰箱 这个绝对不能在室温中 所以这摸起来是有点冰冰的 OK 好 所以如果你是要立刻烹调的 你可能就腌了 对 那如果你没有立刻要吃的 你反而会先汆烫鸡肉 让它熟 对 但是汆烫熟 还没有调味的鸡肉 你再入冷冻或冷藏来保存 对 好 然后我们把这个干贝水也放进来 干贝水也放进来 然后就加水把它盖着就可以了 好 我们加酌量的水 然后现在稍微来这个焖煮汤 总觉得这奶奶怪怪的 所以我那次听人就跟他拼 全身开始发麻 然后就开始要慢慢抢力 他到最后就投降 所以也很可爱是不是 所以他渴望住院 没错 病人一直强调说 我就是要来住院 这一次我选择相信病人 我还是给他住院 结果发现住院才很多问题 因为他有心律不诊 没有被诊断出来 闷主他同时问一下这个温太医 一般人都以为看中医 应该不大容易住院 问一下中医收不收住院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中医是有收住院的 而且有些急诊室 它是有中医的医师在那边配合 一般是比较大型的医院 它本身就有传统医学科 那我有个临传案例是这样子 65岁即将要退休的 这个大学的教授 他同学自己也是医生 然后那时候刚好是短午节 刚好也是一个五六月 学生正要毕业的这个季节 那这个时候他就赶快 就是要审学生的论文 自己有一些要发表 一些要解案的东西 就比较忙碌 然后大家就是觉得 哇他好认真 周末都来加班 只有礼拜一早上的时候 工友一打开门 发现他倒在地上 吓死了 赶快送到隔壁的这个 教学医院的急诊室去急救 就发现就是脑中风 然后脑中风之后 紧急开刀 然后就送加护病房 是昏迷没有醒过来的 然后因为医师他自己 大家知道他是可以接受中医的 所以这个医院里面 本身有这个传统医学科 赶快叫针灸部的主任 来帮他针灸 先针了百慧穴 他人就先清醒了 然后那个monitor开始就是 大家就围着他 因为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医师 以及针灸客主任亲自针灸 之后就每天派一位医师 来帮他针灸 一个礼拜后 他马上就转了一班普通的病房 然后两个礼拜后就自己走出去 完全看不出来有中风过 对 他自己以前就是帮人家治疗 自己也没有亲身感受过 那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下 他第一次感受到针灸的效果 他也觉得一定要把中医 好好的发扬光大 所以我就说有自费的针灸 一般是用在什么情况下呢 脑中风 或者是复健的时候 像复健的标准流程 我们一般是要复健前 因为头部一般不会用到 然后脖子也不会去针灸 所以我们会在头部施语 所谓的头皮针 那他基本的针一定会先有百会穴 然后再配合我刚才讲 他需要的一些穴点 百会穴在哪里 百会穴就是两个耳朵 对上来的这个横线 所以就是头顶正中央 对对对 然后鼻子对下来的 这个正中点的这个位置 他算是一个朱阳之会 百脉之会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 算是暖身的针 一定会先针这一针 定位之后 你就是根据他取什么 前一寸后一寸 旁开零点五寸 一方面好定位 一方面你再去细针 它是要偏感觉方面的问题 还是运动或者是其他的部分 然后再开始复健 复健完了平躺 做身体方面的电针 跟那个电刺激 然后再整个拔针这样子 好 那同一时间我们的 谭老师这个鸡也消熟了 对 然后我们就放一点月桂液 好 着亮的月桂液 对 然后就把所有的蔬菜 都加进来就好了 我们刚刚这个准备了花椰菜 然后结瓜 还有这个红黄椒 因为切小丁都可以加下来拌炒 对 老师你还额外泡了一点点枸杞对不对 对 那个就是最后的时候 就是把它撒在上面就可以了 好 枸杞你前置作业也是稍微清洗一下 用米酒泡还是一般的水 我用一般的水 对 然后我们稍微把它拌炒之后 还着亮的准备 这个是香料嘛 意大利综合香料 对 这样子其实就会有一点点意识风味 是 那其实你可以再加一点意大利面进去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就是把它当一道菜 我们就不加意大利面 那你也可以加意大利米啊什么都可以 然后再把它放上去 就是一个宴客的 那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这些菜都很容易熟 不要煮太烂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我刚才看到调味只是用点点简单的胡椒 可是竟然如此好吃 因为所有食物的那个甜味都融入了 不管它的红黄椒 不管它的那个绿花椰菜 还有结果都超好吃的 我觉得家庭主妇真的要学习 怎么去认识食材的鲜甜好吃 真的可以多跟谭老师学习 我们讲说医生跟你们讲 要住院就该住院 可是医师如果跟你讲该出院的 要不要出院呢 我常常接到很多人 拜托你去跟哪一个医师讲 就让他爸爸多住几天 你如果医师判断你该出院 你不出院 其实有时候会后续 我们讲最怕的叫院内感染 有时一院内感染就真的出不了院 我当总医师的时候 那时候照顾过一个病人 那时候主治医师查完房 就跟我们说 总医师你就开出院让他出院了 那我就去跟那个开的在护理站写了一个概述 不久之后他儿子就来找我了 他就说那个我父亲最近还很虚弱 拜托你跟主治医师讲 可不可以让他多住个三天 那我说为什么他这么确定是三天 他这么讲我就去跟那个主治医师 因为我夹在中间嘛跟他讲 那主治医师说他病况都很好 也把他点滴了啊 也三天都没有发烧了 当然要出院 那当然就说不行还是要让他出院 那我就去又跟他讲说不行 那个主治医师还是坚决要出院 因为那个儿子跟我比较好 所以我后来就听得到那真实的原因 他就说是我跟你讲真实的理由 因为其实他父亲本来是在 中南部跟妈妈住 因为这次比较严重的肺炎完之后 他很担心再回去他们两老一起住 应该还是照顾不来 所以他决定把他台北的房子 弄一个房间让他父亲住 可是他在装修还买一个床 还需要三天才能好 所以他希望说让他三天晚之后 再回到他的房间 这个当然孝心感人 但是因为医院真的是 我很担心万一住 又得到一个新的感染 真的出不了院 那我后来是跟他讲说 其实如果遇到这一类的状况 有特殊的 或说你觉得好像父亲回去 还很虚弱照顾不来 其实可以去跟那些安养中心 或护理之家 有那种短期路住的 甚至有一些是我碰过一个是 就是住在五楼 但他家没有电梯 他中风 他睡天 然后他复健到他可以走路 才搬回家 那个都可以去跟安养中心 或护理之家 申请那种短期的路住 那我跟他讲 因为至少安养中心跟护理之家 不是急性的病房 急性病房的医院都是那种病毒 细菌都是比较凶猛 而且有抗药性 那我跟儿子谈完之后 我也给他一个电话 就是说这个是经常有一些 会在那边你家附近的 那个安养中心跟那个护理之家 他打电话之后马上瞧好了 当天就出院了 我是觉得说 如果医师判断你要出院 一定是他有他的一个考量 通常都是应该病情跟健康 那该出院就出院 不然万一得到一个院内感染 就真的很危险 那我问一下卫医师 在急诊室里头 有些人就是为了住院而来的 我曾经遇过一个80岁的老奶奶 那她的状况 老实说蛮让人家心疼的 因为她的先生 就是急性心肌梗塞过世 那她的儿子因为洗肾 后来也是败血症 也后来不治 所以其实家里面 只剩下她一个老人家 那我们在急诊 收住院如果是心脏科 我们最怕遇到 致命的心律不诊 或者是心肌梗塞 那如果是我们的肾脏科 一些电解值不平等 其实也是非常难处理 那这个老奶奶 抓到我们医师的灶门 她就是呼吸道的问题 那呼吸道问题 她只要是喘 老实说我们都会非常的谨慎 因为这个喘的疾病 很容易进展到很严重的状况 甚至要插管或是急救 那这个老奶奶每次来医院 她我一查 她的住院就 非常多笔的住院 然后每一次的都是气喘 气喘发作 她又80岁 所以来只要有这个症状 几乎每一次都住院 那你也知道现在的床 有时候是一床难求 所以常常会在急诊室里面后床 那有一次这个老奶奶 一样又是喘来急诊 那也在这边带床 那轮到我值班的时候 我当然会去评估奶奶 那去听诊 就发现她气喘的声音 就还总是很明显 明显到你觉得 一定要给她洗个药 不然你就会怕她下一刻 就有呼吸的问题 那可是她每次用完药 你回去忙其他的病人 你就会远远看着她 要么就好好躺在那边 后床的时候在那边睡觉 要么就是跟隔壁聊天 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如果你每次去看她 她就非常的喘 可是你只要去忙别的事情 她就可以安然无恙的在那边 你不禁就会怀疑 这奶奶是不是装的 我后来趁她在 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轮夜班 她还在带床 那就趁她在睡觉的时候 趁她睡觉我去听诊 那可是那奶奶也是很警戒 我听诊是只要一放上去 你就开始听到 给我气喘的声音出现了 你那时候就真的是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你总觉得这奶奶怪怪的 所以我那一次听诊 就跟她拼了 我就听很久 然后她觉得 一直用出那个气喘声 可是你只要人在喘气 很快速的时候 她会喚气过度 对 所以她就开始 全身开始发麻 因为我们喘气的时候 会把二氧化的土非常多掉 血液很快就变碱性了 所以她就开始 全身开始发麻 然后就开始要慢慢讲音 她到最后就投降了 她说好 医生你不要再听了 我后来再去了解 才发现其实奶奶很可爱 因为她的先生和儿子 这样子的状况 她老实的时候会很担心 就在家里 发现事情的时候 没有人会知道 所以她就发现 医院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尤其是急诊室 因为她每次在那边后床 她就总是眼前就看得到 医生和护医生 在那边走来走去 她就觉得这是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也很可爱 所以她渴望住院 没错 所以只要每次来 她就可以模拟那个 气喘的声音很厉害 微妙微笑 连我们都骗得过去 还好她有愿意留下来观察 要送去病房的那一个瞬间 开始又凶悶冒冷汗 做一张新建筑 就是急性心急梗塞 家属觉得她太虚弱 希望再多住几天 但后来她持续发烧 她走一个拜学性休科 后来就开始洗肾 其实早一点出院 有可能到时还没洗肾 欢迎小林医师 有没有遇到这种千奇百怪 想要住院的病人 其实有的 那原则上我印象很深刻 是一个七十几岁的 是一个老伯伯 那其实她是在之前 在其他一个地方的 一个小医院就诊 那那时候我问她 她开始进来 第一句话就跟我讲 医生我要住院 那第一次出诊的病人 跟你讲要住院 这很奇怪 那我就会问她的一个 病史的状况 她之前是因为脚有点肿 有点喘 然后到了这个小医院去就诊 那就诊之后也是入院了 那入院之后 一个礼拜都打腻尿剂 打完之后病人就知道 这病人就很好啊 这是很稳定 就让她出院让她出院 那觉得她觉得怪怪的不妙 然后就上来这个台北的心脏科 来看我们门诊 那我是觉得说 这个病人其实感觉 看起来都还OK 这生命真相各方面都很好 那X光看起来 有一点点肺积水 一点点 那其他的心脏的部分 有一点点心肌的缺氧 相信这个心电图的检查也都还好 可是病人一直强调说 我就是要来住院 我就是要来住院 那原则上就说 当然是这一次我选择相信病人 我还是给他住院了 结果发现你住院才很多问题 因为他有心律不诊 没有被诊断出来 有心血管疾病 然后三条血管都全部堵塞 而且都在尽端 满严重的 放了三支支架 那还有一个很严重的 所谓主动卖伴的狭窄 那原则上我们经过这些 把他问题一个一个抓出来之后 然后对症下药 再根据不同的状况去处理 结果病人真的好得很快 他再说 我这一次我可以出院了 终于病人他觉得 他自己可以出院了 那其实医生看起来 也是觉得他应该是可以出院的 可是赵你刚刚描述的症状 他应该平常的时候 有很多心肺功能的不舒服 对 其实病人 其实病人对自己身体的状况 是非常清楚的 其实我常常在寻访的时候 看这个病人的时候 我问他说 伯伯你可不可以出院 如果病人说我可以出院 就代表说其实病人 他其实对自己身体的状况 他觉得他有信心 对 其实有些时候 我们还是会去选择相信病人 用正向的去思考 因为有些医生会觉得说 病人就是赖得不强住院这样子 真的 就是找千奇百怪的理由 这听起来都很像叠对叠的地方 那我问一下温太医 还有一些病人 想要请领保险费用 但是是有条件的 所以有一些这个病人 还会渴望住院的时间拉长一点 对 因为我就说中医住院 它是自费 所以你要拒绝病人 真的还必须要非常的委婉 以及要有比较好的理由 那像临床就曾经有一个 45岁的一个妇女 那她本身是红斑性狼伤 然后洗肾的病人 然后她因为长骨刺 可是因为她条件不允许开刀 所以她就是非常的不舒服 那又是常做一些 家里环境真的不是很好 做一些家庭手工 或者是一些美甲这类的工作 所以她就是常常要低头 然后又波折很加 然后有一次严重到手是不能动 她就说那她就是 征究后觉得效果不错 然后就说那她就是自费 要住院这样子 然后大家觉得很奇怪 如果你经济环境不好 怎么会想要去自费住院 你就这样子来回就好 她就解释说 因为她先生是保险员 然后就是她发现 她投保的金额 住院一天请你的费用 比她自己就是 在家里闲闲的赚的还多 她反而还会赚 这样倒赚 然后我们就觉得 没有办法理解 就是虽然也许 金钱上是这样子 但是保险可能也会有 领不到的风险嘛 不过因为自己先生 是个保险员 所以她觉得很有信心 虽然先负 她还是想要住院 重点是因为她手都不能动 我们也觉得 那紧急帮她针灸 然后帮她 因为她同时要洗肾 这样一个礼拜 她的生活品质 的确是好很多 然后到第二个礼拜的时候 她就觉得 第一个礼拜 真是太开心了 因为就是 等于也不用打扫家里 然后三三有人送上门 她就觉得这样子 她恢复得很好 很开心 她就说可不可以 让她再多住一个礼拜 那我们因为 虽然是自费的病床 她还是有健保上 病床术的一个限额 所以你变成 你会占到一些中风 或者是附件 自费病床的病床病额 那他们就住不进来 我们就跟她解释说 虽然你想要花这个钱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床 而且你大概 最多只能住一个礼拜 然后她就一直解释 怎样怎样 然后就不走 然后下午就 有一群人来 我们这样怎么回事 因为她还约了一些 美甲的顾客来这边 要做美甲 大家都很傻眼 就是把她当成 自己的工作 约到医院做 对 因为她是 做VIP的病房 对 然后她就觉得 这样子真的是太夸张了 工作VIP工作室 对 因为有冷气 然后又自己一间这样子 她又有空 然后针就完手 又非常的舒服 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样子 就是我们会觉得 很不开心 因为本来是要帮你 就是解决身体的问题 可是你有点得寸进尺 然后还就出动护理师 甚至还差点出动院长 好说歹说 然后就是请她出院这样子 也是有点困扰 真的 那接下来我们龙师傅 也要分享一个 健康好料理 师傅今天要做的是 金砖三鲜 金砖三鲜 对 我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把这个豆腐煎得非常金黄色 这个黄色是淡豆腐吗 淡豆腐 对 鸡蛋豆腐 对 但是不沾粉的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第一个就是锅子的热度 要稍微够一点 好 要热锅热油 然后豆腐比较能够成型定型 对 所以这个温度是很重要 不然一般其实豆腐 你要煎成金黄色 都要沾一些粉 才比较好煎 那记得这个水分稍微把它收干一点 对 然后就可以直接放到这个里面 任何煎的东西水分都要收干 不然你看都会这样油爆 对 那这个不用怕 因为其实如果有沾粉的话 它是比较好煎 对 那就可以放在这里面 我稍微把它盖起来 好 那我们先煎它 让它并行 我们另外一锅要来烧 这个其他搭配的料理 三鲜 那我这边有三鲜 我准备的就是这个虾仁 然后还有干贝 还有鲑鱼 好 然后我们今天配料 还有菇 还有玉米笋 还有一点芦笋 还有一点九层塔 对 没错 那待会跟大家分享这个调味料 那一样这里锅子也是稍微 加一点油就可以了 好 热锅热油爆香 对 先把这个蒜末 蒜末 还有这个辣椒 我先把它炒香 好 虾仁的话这里稍微要腌一下 就是有 我这边有放那个 怎么腌 盐巴 然后米酒 然后蛋白 跟一点的这个太白粉 好 对 让虾仁才会保持它的水分 对 而且那个太白粉会让它 变成一个简单的保护膜 对 那比较不会烧到太老 对 所以这个虾仁稍微把它炒一下 好 虾仁其实已经看到有点变红的时候 对不对 这时候其他的食材就要放下来了 对 我这边还有就是像这个蔬菜 好 玉米色 这蔬菜都要先放进来 对 然后呢 还有这个菇类 对 还有菇类先放进来 先给它拌炒一下 好 那接着我再看一下这个里面的这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豆腐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整个就变成金黄色 好漂亮 那因为它鸡蛋豆腐其实有一点点偏黄色 所以它的表皮的那个焦化反应 就很容易是比较恰恰 刚刚讲说住院 住院另外一个过程是 住院的过程的饮食的料理 跟营养素的补充 医院都会有一个特殊饮食 就是它一般它的衣室会开 然后就有营养师帮你调配送来的一些 特殊饮食 对 那万一不好吃 生病身心不愉快 又吃不好吃的更不愉快 那就要吃点好料刺激一下 有时候去看病 我们自己带了一堆饮食过去 其实都不是很健康 都不大 最好是请医护同仁再看一下 尤其是我们肾脏科的病人 很多那个磷跟甲不能吃 可是他们带了一堆鸡精 然后鲜精 可是那是高磷甲 反而对他们身体是不好的 要小心 那如果像很多人 对病人都常常伴手礼 比如说如果熬就熬鸡汤 或者是鱼汤 这个可以吃吗 原则优质蛋白 在用虚弱老年人 然后因为在住院 其实一个急性 其实常常把它的一些蛋白质 给大量耗取 补充优质蛋白是对的 但特殊的饮食 比如说我们讲糖尿病的人住院 它可能低血糖尿高小 腎脏病的人住院 胰脏的胆囊炎的住院 它有一些饮食限制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事实上要跟医护人员讨论一下 刚刚有把像这个卤筍先放进来 那现在这个干贝 我就直接放进来就可以了 那我们的豆腐现在也煎着焦香 因为豆腐这边还要再做一个烧的动作 那鲑鱼这个时候就放进来 直接放进来 均匀的放就好 因为这鲑鱼它切得很薄 所以不用再放太多的其他的烹调 好 那再来就是豆腐这边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要让它烧入味 所以我这边准备一个就是酱汁 里面就是用那个蚝油两大匙 然后硬油大概一大匙 然后加上那个米酒跟200cc的水放进来 好 那这里面因为都没有放其他水分的对不对 就是从这边把它放进来 所以酱汁也要烧我们所有的食材 对 用里面的酱汁烧就可以了 那我先把这个九层塔先放进来 好 因为这里面的蔬菜 它其实本身的水分含量非常多 有 现在酱香有了 所以你刚嗆那个酱香其实有嗆还是有差 对对 那我现在就把这个九层塔放进来之后 然后稍微锅盖盖一下就可以了 好 焖它 烧它 那烧它的同时再问一下洪医师 住院有的时候还会手忙脚乱 然后平方说要准备一些衣物东西 那到底一般人问一被迫要住院的话 有哪一些资料 证件 还有基本的配备一定要备好 我大概给它分成三部分 那第一块我们讲最基本最基本的一个 叫做健保卡跟你一个身份辨识的一个证件 那一般人叫什么就是身份证 那如果说你的那个身份证健保卡 那个人头那种看得不是很清楚 最好再带第二个有照片的证件去 我要确定这个健保卡是不是就是你本人 所以一定要一个 那如果是你是农民啊 或者说一些什么军人 有特别出了健保卡之外 可能要一些农民的证件 或军人的那个证件 外籍人士可能就要带着你的 你假如说健保卡跟护照 那儿童没有那个没有身份证嘛 就健保卡跟户口名簿 那另外一个 就是说你有没有特殊可以省钱的 或一些这叫做重大伤病 重大伤病可以住院的时候 可以免部分负担 可是以前都有一张纸本叫重大伤病卡 现在已经都注记在你的那个 你的健保卡里面 所以带健保卡去就可以了 那第二块就是我们讲说一些 你要带的一些钱够不够 零钱那些什么 零用金 牙刷牙膏 塑胶杯 洗澡这些 这一类的大概如果你真的忘了带 只要有钱 大部分医院楼下都可以去买到 那个足够的一些东西 第三个我要特别强调的是 有时候有一些病例灾药 或者说特别像我们洗肾 就有一个叫做洗肾灾药 我曾经那个有病人只要每次要去 病例灾药里面写着他洗肾用什么样的 人工肾脏血流速用多少 他有没有V型肝 有没有C型肝炎 有没有艾滋病 然后到底他肝体重是多少 然后什么 所以那个叫做病例灾药 那个其实在换医院去洗肾的时候 一定要带着 比如说你去日本 如果要洗肾没有那张病例灾药 他根本不让你洗肾 因为他不知道你没有感染病 会不会传染给他的病人 所以我刚刚讲说 大概三大部分是 一个是证件 一个是你常在一些零用前 或零钱 或者说牙膏牙刷这一类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这病例相关的东西 也要带过去 大概这三个 好 那这个 我们的龙师傅这个时候 这锅也烧得快好了 对 他这个整个味道都出来 那我现在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对 那这个 其实里面它都是卵质的比较多 然后没有带骨 然后其实就蔬菜的水面也出来了 所以这个男女老少都能吃 并能吃也很合适 好 我们就稍微把它整个拌均匀 就可以来使用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这个金钻三鲜不得不说一下 其实远远的这个料理端过来 那个酱香 那个九层茶的香气 其实就扑鼻而来 这整个食欲就打开 一盘料理 你把所有的食材一网打进 你不仅是有新鲜的三鲜 优质的蛋白 你里面还有一些蔬菜 尤其是它那个蛋豆腐 对 其实煎着酥酥脆脆 那个口感真的是迷人 在急诊室 病人有几种状态 处理你的急性不适的时候 其实医师会可能会 帮你安排适当的科 让你去回诊 那当你的病况是需要住院 我们就安排你住院 可是有种状况是 你也不到说可以马上回家 你也不至于严重到要立刻住院 我们医师会叫你观察 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个78岁的伯伯 糖尿病高血压 肾功能又不是很好 那早上的时候 他其实在菜园里面忙 忽然胸闷冒冷汗 那他稍微休息一下 他就觉得好 他自己解读是因为太热了 那后来家属因为他年纪又大 慢性命又多 其实实在是放心不下 硬就是说服老人家来到急诊 那其实他来到急诊的时候 我们在检商问他 他已经没有任何的不舒服 那当然大家对于他当时的状况 还是会很担心是不是心脚痛 心血管方面的问题 所以还是让他到急诊里面 先做了心电图和抽血检验 做了一些检查 那果不全然第一次的检验 都是正常的 连心电图都只是一些成就的 心肌缺氧缺血的变化 没有一个急性的问题 可是这样子的年纪 这样子的慢性命 其实我们都会担心 他当下那种状况 是不是还是造成心脏的缺血 我们要知道一个心肌细胞缺血 里面心肌酵素 释放到血液里面 要验到他身高 其实要经过数小时的时间 甚至他达到巅峰 可能需要到一天 所以其实你首次的检验 正常不代表真的是正常 所以其实大家就开始说服老人家 其实六个小时之后 让我们再来做一次心电图 抽一次心肌酵素 老人家就像小孩一样 就是闹啊 就是不愿意 后来真的出动了女儿 把她安抚下来 真的在急诊室待了六个小时 我们在帮她抽血检验他心电图 心电图虽然没有变化 可是果然那个心肌酵素 就整个身高得非常的明显 后来我们就开始在安排 心导管要做住院之后 要做一些检查 他就在要送去病房的那一个瞬间 开始又胸门冒冷汗 那时候又立刻做了一张心电图 就是急性心肌梗射 所以还好是在那当下 他有愿意留下来观察 六个小时 那也在那当下 发现他心肌梗射 做了心导管 还好现在就是康复处缘 所以临时要提醒很多观众朋友 术后的观察期很重要 观察期有些时候就是 要留在医院好好做 这一个详细 而且专业的观察 是的 没错 我们都知道治疗很重要 然后手术完之后 才是真正的开始 因为常常我们在心脏 会遇到一些状况 我记得有一个 印象很深刻的case 他是一个本身六十几岁的阿姨 他本身来的时候头晕 快昏倒 然后他心跳只有二三十下而已 那这种是所谓的心跳慢的心率不整 我们会通常会帮他放一个所谓的心脏的调节器 又是心脏的节律器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心脏节律器 其实他是非常精巧 像我手上拿的这一颗就是心脏的节律器 他大概只有50元硬币 大一点点这样子 因为他通常他是埋在我们的皮下 然后电线会锁在我们的心脏里面 他埋在哪里皮下 我们埋在我们左边 靠近心脏吗 没有不是 他埋在我们的所谓的皮下的地方 我们会做一个口袋的形状 放在哪里 放在我们的左胸前 左胸前的地方 这个非常重要的是 因为我们放完之后 我们电线是锁在我们心脏的肌肉上面 因为我们不是外科医师 我们不会把心脏打开把它锁进去 不会 我们是用另外用心脏丸的方式 在光底下 凭着我们的手的感觉 去碰触这个心脏的肌肉 然后类似像这个锁 这个我们有喝过那个红酒 开那个红酒那个瓶塞 那种螺旋的那种方式把它锁进去 那其实锁的时候 有些时候不是那么稳 它可能是斜斜的锁进去 如果它条件够好 我们就会这样子 因为它锁在上面的时候 因为它是会翘起来 所以我们的心脏 其实它是一直在动 所以这个有些时候 这个电线它不是那么稳 所以它一直在甩动当中 所以它最有可能会发生什么状况 会掉下来 会掉下来 所以其实术后的时候 我们会跟病人讲说 你的左胸是不能动的 不能出力 甚至不能举手的 因为病人 它其实它从心跳 二三十下变成六七十下 所以他会觉得精神好很多 那病人其实很兴奋 那又急着要出院 那其实一般术后 只有你好好听医生的讲的话 大概两三天就可以回家了 伤口照顾就可以了 可是伯伯 那个阿姨 她其实她很兴奋 她手一直甩动 不听医生的劝告 她一直甩动 一直出力 一直想要用左手 因为她很兴奋 结果隔天发现 心跳怎么又回到二三十条 为什么 因为这个电线掉下来 那是连接在心脏 心脏跟节律器中间的这条电线掉下来 那掉下来之后就很麻烦 因为本来是可能要住两三天 要住到一个礼拜 因为重新再开刀 再把它锁进去 还是要劝告大家 就是说医师跟你说 你可能就还是要听 那术后才是真正的开始 不要说以为住完心脑管 放完节律器之后 什么病都好了 就可以都不用吃药 不用提医生的话 结果反而越来越严重 真的 那问一下宏医师 还有一些慢性病患 这个到底要不要住院 是家属不安心 我曾经碰过一个那个糖尿病 当然他又慢性肾衰竭 大概肾功能还有50 我估他大概还有好几年才会洗肾 那他某一年冬天就是咳嗽发烧 那我一听不大对劲 好像右下飞越有点不对的声音 照着X光有肺炎 那就收给那个胸腔科 但是那个轻微肺炎 他们大概打抗生素 打个一个礼拜就可以出院 那一个礼拜他也停 把点滴 我们一般会打点滴拔掉 然后口服抗生素 观察三天有没有发烧 没发烧 就赶快回家治疗 可是家属觉得他太虚弱了 那会不会万一回家又发烧怎么办 希望再多住几天 那时候胸腔科主治医学 床位也还好 就让他多住个几天 那后来不久又发烧起来 发烧起来之后 这次很奇怪 用原来的抗生素没效了 他们后来做了一些细菌培养 其实它是一个抗药性 抗药性很强的一个菌种 用到第三代抗生素 那后来他持续发烧 那走一个败血性修科 后来租到家屋病房 败血症最怕一个叫败血性修科 之后就并发一个叫做多重器官衰竭 其实多重器官衰竭 最容易影响就是肾脏 所以那家屋病房一定要看 他尿能不能出得来 他果然就尿就出不来了 那一天就又开始洗肾 洗肾完之后 他后来有抢救回一条命了 可是肾功能并没有恢复 就开始洗肾 他本来如果说 其实早一点出院 有可能倒是还没洗肾 可是他这样一下就开始 所以我们讲说 其实该出院的时候 宁可回家 在一个比较干净的地方观察一下 那不要说硬是在那边住院住院 住到最后有可能就出不了院了 真的 那我再问一下文太医 医院很多观众朋友 还有一个刻板的感觉 觉得特别冷 然后冷气特别强 那有一些住院病人 还会要求加盖棉被或者弹字 真的真的 尤其老人家血液循环不好的 然后医院的空调特别强 那但是另外一个原因是 医院本身也充满细菌 所以不管是住院的病人 或者照顾者 都要特别的顾好 自己的健康的状态 对 我特别要提醒 照顾别人的人 你一定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那我临床上有一个60岁的 这个也算是有点年纪的长辈 他要照顾他95岁的公公 所以他来看诊的时候 是看这个咳嗽 然后我本来以为 他是一个流行性感冒 或者是感冒了 结果我发现他 他快塞也OK 然后也没有发烧 然后一问之下 咳三个月了 我说那你咳三个月 这三个月先问他发生什么事 然后才知道 原来公公反复住院这件事 我说那晚上是不是需要 陪他在医院过夜 然后照顾他说要的 我说那这样子 他一直在冷气房里面这样子 然后他平常的工作 是一个小吃摊的工作 所以外面很热 里面又很冷 这个中医来讲 就是属于像冷气病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他长期待在这种医院里面 很低寒的这种环境 因为医院的温度要低一点 细菌才不会滋生 所以他整个体质就变得比较寒冷 所以他就是属于气虚寒冷的咳嗽 所以就要给很多 温补肾养啦 补气的一些药材 他的咳嗽才会好 所以我就提醒他说 这个医院 其实他病菌还是很多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晚上还是可能给一些 请他的看护者照顾 因为他白天还要工作 这样他才能够比较长久 可以照顾他的家人这样子 好 谢谢温太医的提醒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连在年代 麦其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的官方账号的主页 我们节目的影片 还有精彩的片段 也会上传我们YouTube官方的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 扫描QR Code 直接按订阅 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